在关于于兰节的部分 在《于兰经》里面有提到 因为穆建联尊者 穆建联尊者是佛陀大弟子之一 他是神通第一 然后因为他母亲在生前 做了很多的恶业 因此堕入了这个恶轨道 后来穆建联想靠自己的能力 去救度他的母亲 虽然穆建联尊者他具有这个大神通 但是他还是没有办法 把他的母亲从恶轨道救度出来 后来穆建联尊者他就非常的难过 然后就请示了佛陀 佛陀就建议穆建联尊者 在七月十五做大供养 尤其是供养这个僧众 透过供养身众 做大供养的力量 希望可以把他的母亲 从这个恶轨道能够救度出来 所以我们在经典里面有记载 如果我们布施一只狗 我们会有一分的功德 如果我们布施给人的话 可能我们会有十分的功德 如果我们布施给一位 具有戒律的人 我们可能会有一千分的功德 如果我们可以帮助或者是供养给母亲 或者是比丘 或者是一些成就者 那个功德的话是无量无边的 后来穆建联也如佛陀所说的 然后在七月十五号 然后做广大的供生 之后他的母亲因为这个功德 得以从恶轨道离开这个恶轨道 能够升天 所以当自己有能力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广大的供养 另外第二点 我们可以知道 母亲父母亲对我们的恩德是非常的广大 我们之所以有现在的 得到现在的所有的快乐 都是因为父母亲的恩德 还有其他众生的恩德 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得到各种的快乐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孝顺还有利益众生 这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要利他 我们的心主要是为了利益他人而去做 把这个每一份的功德 回向给自己的父母 还有所有一切的友情 这样子所做的利益会更广大 因为我们是出于这个利他的心 只要是出于利他的心 所造的任何的善业 都会广大无边 另外我们将这个福德 回向给父母和一切的友情 无此以来的父母跟一切的友情 祈愿他们都能早日成就佛果 得到救紧的快乐 谢谢